這一節我不會講那麼多這些事情 我只是講幾件事 希望大家閘下它 就不要經常再問我 第一 我是不會搞醫療團和醫療講座在這個暑假 反而其實每一次 如果跟我們去馬拉團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其實你去到當地馬拉 我們是會探訪醫院的 你們可以在當地報名醫療團 那就是日後你可能要自己去 但是我想幾個小時飛機很容易安排 通常你下了訂金之後 是我啤梨的客人 他會跟你繞半年的 無論你加多少錢 即是說你在未來的半年之內 隨時給他們一個電話 我星期一過來想做這個body check 是隨時可以的 那麼這個醫療團 就是特別搞一個團 我實在沒有時間搞了 也都不化算 因為為什麼呢 老實說 我從來不以出團為盈利 那如果出的醫療團 我沒有錢賺 但是又霸了我的時間 起碼做節目也要時間 OK 我覺得實在是計不定的數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醫療團 怎樣可以做全身 檢查 又心臟 又大腸 又胃鏡 其實大家可以跟我們平常的團去理解 在當場 OK 當場報名 我給低五百港幣 一千元港幣 那就可以了 OK 那麼價錢如果 真的沒有變 應該也沒有變 我有面子的 一萬元港幣 還是九千元 我不記得 你當一萬吧 一萬元港幣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 在香港隨便一件事 都過一萬二三元 最便宜最便宜 鹽大腸 就是切食肉 照胃鏡 看看有沒有遺固陽 看看有沒有扭 有沒有其他 造心電圖 電腦掃描 以及全身檢查 就是血液、念尿 如果大家不介意 其實還可以驗癌症 今次這個團 已經 即是今次你去身體檢查 即驗癌症指數 那就是一萬元港幣 如果你說不用驗癌症 癌症指數 一萬元港幣 已經全包了 那麼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